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1月11号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10点50分 10点50分版中印出来的一个图 那早盘 他是做一个开高的一个动作 但是开高的一个时候 为什么开高他没办法直接的一个冲上去 问题的关键点就是在什么 攻击力道嘛 你可以看到早盘开高的一个时候 但是攻击力道却显得比较疲弱 所以今天开高反而是做一个人 做一个拉回来 那么拉回 目前在平盘的一个附近 但是在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需要担心 其实不必要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看到负贵线持续的一个向上 而且指数 目前在9350的一个附近 他也并没有跌破什么 短线强弱的一个关键展落 并且控板指标 还是怎样 还是翻红 并没有改变 也代表的是说 尤其距离农利年前 如果年轻天 增加最后10个交易日 那么这10个的一个交易日 虽然指数 或许往后的一个空间不大 但是 在指数空间不大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之前就跟他说过了 中小型股 尤其 基本面筹码面 俊佳 并且具有一个技术面优势 这些的一个股票 能将会相当的一个精彩 这也是各位 这一路以来我们跟大家说过的 大家可以一路来做一个掌握 跟把握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从过去这一路 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我相信大家 你都看到了 比如说 进基年 在去年底的时候 进基年我们第一档 我们当然是要做金居 所以你可以看到 8358的一个金居 当时市场上 没有人告诉你的一个时候 但是你可以看到 只有学进 我事先 领先市场来告诉你 我相信 大家都看在眼里 那1月5号的一个时候 你看今天1月5号的一个时候 大涨再创新高 那么从过去 不论你买在28块4 或者是跟着我们 在30块5毛5 来做一个布局 买进的一个动作 一波大涨上来 都至少有超过5成 当然你买在一个非常漂亮的攻击点 这样大涨就是6成 那如果说一波大涨上来5成 100万就是现状50万 而且是短短短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然后来到46块4毛5 在创新高的一个时候 哇这个时候市场上很多人都疯狂才来告诉你说 哇经济非常的一个好 当然我也知道嘛 因为大涨上来 眼睛你黑板素质上 大家都看得到了 但是大涨上来我就跟大家说过了 放大量但是攻击力道却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转弱嘛 所以短线上会做一个震荡 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懂得什么 见好就说 来果然 果然开始震荡的一个震荡 拉回来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那么拉回来的一个时候 如果说你手楼上有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那么你在高档的时候你没有卖 你被套牢了 或者是你有跟着我们的一个脚步 你在地上有布局 但是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的人你怎么办 准备来处理 如果你不晓得的话 没关系你来找我 我来帮你 那么进去之后 再来就是赤杜马的一个红马 那么光工的一个赤杜马的一个红马 这批马 哇跑的算蛮快的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台北股市 有很多的一个股票 它是持续的一个滑落的一个下来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 我们代会员我们代用户所操作的一个股票 红马 12月20号礼拜四 红马 2928 正去理由会说话 我相信这个应该都不用我多说 那么到今天大涨再创新高 这样一波都已经高达多少 高达三成了嘛 当然来到这个地方 我不是叫大家再去做追价 因为真正要买的时候 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么来到这个地方 随时随时我们又会开始做动作了 要做什么动作 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不晓得的话 你自己就打电话进来问 那么红马之后 再来我就跟他说过了 诶 赵子谷啊 诶 你有没有想过啊 赵子谷以前从来很少你会听到代工价格的调涨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掌握 我们什么时候 就带会员来做一个买圈的动作 带用户来做一个买圈的一个动作 并且在9n的粉丝团也跟大家做分享 新春开红盘 真的是旺旺旺 1月3号 你可以看到16块9.5 大约是在这个地方 大约在这个地方 不是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当然很漂亮嘛 买在低点 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会赚 我们买高一点点又何妨 我们来到股票市场上 我们不求买最低 不求卖最高 我们就是要能够什么 一路的赚赚赚 这就是我们来到股票市场上的一个目的 你可以看到控盘指标凡 恭喜力道转强 所以在这一天 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跟我们的一个用户说到 1909的农程 购买指标凡 亮人神 我们恭喜力道转强 像这种股票就可以怎么样 来做一个锁定的一个动作 锁定买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 昨天大涨在创新高 当然大涨在创新高 已经两成都将近三成了嘛 这个时候 当然可以怎么样 先获利出一半 这个我在昨天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那获利出掉之后 但不代表说它 它结束了 也不代表你可以放空 那么果然今天怎么样 今天开始做震荡 那么震荡当然一半 我们就是怎么样 随时 如果再涨的话 我们随时再找一个卖点 如果你农程 你错过了 我跟他说过 没关系嘛 下一档 我们要带我们用户锁定的是保隆 保隆 你可以看到1月6号保隆 那保隆 你可以看到我们就说过了嘛 季隆成大涨之后 保隆也是一样嘛 保隆也是一样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持续锁定之后 就是一路的一个这样 一路的一个飙涨上来 那么今天虽然做一个小弧度的一个震荡 但是空凡指标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嘛 量价配额还是非常的一个漂亮 而且今天的一个攻击力道 还在大于1嘛 也代表说 在今天震荡的过程当中 人家又开始怎么样 持续在做一个偷偷的一个怎样 吃货的一个动作 你卖 就有人就把它捡起来 你卖 就有些人又把它捡起来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股价 会怎么办 会怎么走 特别是每年的一个第一季嘛 因为财报都是要在3月底4月的一个时候 再公布去年的一个整年度的一个财报嘛 那你想想看 保隆啊 他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他主任的一个 保东的一个休闲 大的一个股权 然后可以带给他的一个美股 的一个获利运注啦 出顾大约是在5块钱的一个左右 也就是说他去年的一个获利 可以怎么样 可以创新高 但是这个财报还没公布出来之前 在这一段的一个怎样 空窗期 有些人 他就有什么 就有立可图嘛 啊到底他要不要做很简单 看我们的一个怎样 控管指标就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 赚钱 难吗 并不难 我们就是怎样 就是这样子带会员 带用户 来操作的 所以你看你今天你拥有一套 好的一个软体 真的是好处多多嘛 我相信啦 大家的一个这样 大家的一个眼睛 大家都是雪亮的嘛 大家都是聪明人嘛 你可以看到多工讯号非常的明确 该都该空一清二楚嘛 不会互多互工模拟两可嘛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很多人用软体 都是怎么样 哇一下子有讯号一下没讯号 互多互工 不然就是怎么样 讯号出现买不到 哦 那么这样的一个软体 说真的啦 不要也罢了嘛 那你今天你用软体的目的是什么 信号出现 我们就是怎样 该买我们就买 啊该空我们就空 那么更重要就是 不会买在不该买的地方 更不会空在不该空的位置点处嘛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买股票 往往一出售买清之后 哇 噗通噗通就套了 就套住了 啊一放空又被加工上来 为什么会这样 哦那么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没有一套好的一个软体来帮你 然后你今天拥有这套的一个大财宝 获利赚钱不用等太久 我敢说市场上唯一能够带领你一些市场超越华人的一个软体 我相信大家也都见证到了 那么如果说过去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你都错过的话 那么接下来 除了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太极增上风 这一档股票之外 另外还有两档股票 我希望你能够能够跟上脚步 昨天跟大家谈到的一个神奇宝贝 神奇宝贝 没有关系 我们没有买在最低点没有关系 但是 控盘指标翻红 攻击力道转强 我昨天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那这一档股票今年的一个获利很棒 去年获利写下来的一个近十年来的一个新高 也是说 成本控制得以毛利率的一个怎样的一个向上 而且更特别的是 每年的一个三四月都是什么 要龙卷强制架空 这一档的一个卷值比高达七成以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已经慢慢 启动的一个架空的一个上涨行情 持续的一个强盘上涨 你都还来得及 你不要等到它噴出大涨的时候 你再来问说老师 老师我没有买什么慢 那时候说什么 你如果说要怎么 我也一般来说 你买你就这次快抵抢 再来还有一档法贵骑兵 那这档股票很棒 这档股票盈利率毛利率大要劲 去年第一季不到7% 到第三季已经大举要升到20%以上 哇你看7%到20% 这个多恐怖啊 而且获利是怎样 倍数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成长 今年搭上Tesla的一个列车 那么我们也带我们用户跟会员来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控盘指标的一个翻红 刚刚才要起涨 今天已经又开始发动了 那这档股票到底是哪一档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想知道的投资朋友 你现在加入 你不论是会员或者是购买问题 在春节我们享有特别的优惠折扣 这是在春节才有的 其他时间没有 那么老师还会再加码 再加码 详细你可以跟我们现场理中人员来做一个询问 或者是你想更进一步知道我们的一个操作 更进一步知道下一档的一个股票 也欢迎加入我们耐恩的粉丝团的一个阵容 雪静来带你抓住赚钱的大好机会 最后祝大家超团顺利 我们明天投资时间再回咯拜拜